就是双汤20号的 国际配售就已经超了额 还有第一天就说有一个超过16亿的孖展 暂时超过就大概三倍左右 他们前几天就见传媒和分析师 说到接下来就会继续打造人工智能 就是AI的基础设施 令到AI模型的边际成本就可以下降 因为现在公司在亏钱 就说如果它那个边际成本下降的话 接下来就预期会有一个比较清晰可见的盈利路线 不过就提醒大家 就是双汤做一些AI和人面识别 他们都说过自己会面对一个中国法规的改变 就是说特别是针对这个敏感数据的处理方式的法规 就有机会会影响到他们的业务 另外美国前任总统就是特朗普 就曾经将双汤旗下的双汤科技 就列入美国的贸易黑名单的 理由就是涉嫌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的 这个就是双汤的小小背景资料 另外一只就是同期招股的 都有不错的反应的 就叫清池 就是一只移动游戏的开发商来的 那入场费就7000元左右 明天截止应酷的 好 Jason 如果问你 二选一这两只新股 你觉得哪一只会比较值得抽 还是你觉得两只都不应该抽呢 如果你说真的二选一 那我也觉得可能相当 因为它规模大一点 都叫做有些gimmick 都有一个选择空间 但如果你说另外一只清池 就做一些手机游戏 和我都大概研究过一些游戏 其实就很简单的 而且都是很主力靠一款游戏去打天下 就是如果你说它这么集中 只是做一只游戏 但是如果你说这只游戏 都去到一个所谓成熟期了 那未来再增长的空间是有限的 那基本上除非它未来 再有些很厉害的新游戏推 否则的话那个增长的动力 都会在减压 所以你说那些手游股 其实这段时间 我自己本身是上市那些 都不会怎样看 都不会怎样买 更何况一只 没有任何trap record的新股 所以那只我就不会hold住 但是你说商务方面 我自己都觉得有几个问题 刚刚你都提到 譬如你说它现在做AI的 但是它大部分的技术 都是集中一些叫视觉的AI 而在这个应用层面上面 那大部分你看它整个收入的分部就知道 那主要都是用在一些 即地方政府方面那些的项目 那当然一些私人企业都有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比较集中 现在的收入来源比较大 就是市政的部分 那其实它做一些人面辨识的那个功能 那为什么你说之前 它被人纳入黑名单呢 就可能大家都担心 那些人面的识别 会不会就帮助政府 去到侵犯一些个人的私人呢 那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欧美的国家 就看得比较敏感 那和相当就不只是做内地生意 那它都有一些出口 可能去北美市场的 那所以这些所谓政治的风险 或者国家对于这些私人数据 那个安全的风险 都看得比较重 那所以对于它出口业务 我觉得是会有一些影响 那另外我自己也都看回 本身去过资产负债表 应收账是很厉害的 就是几年里面都不断是增加 还有这几年都不断是做一些减值的 是收不到数 是的收不到数 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问题 那再加上他们公司也都提到 在未来这些可能一两年 都继续是要有一个很大的投入 就是本身去R&D 只计去研发的成本 这一两年是高过收入的 就是都没计其他成本 你只是连R&D 你都 cover不了 那究竟你说去到哪一个时间 你才能够做到一个回报期 是可以有一个正现金流 或者可以真的叫赚钱 那这个其实他们的大股东 他们的管理层 其实都没什么 怎样去给一个信号出来 那还有你说一些新业务 他打算做一些 比如是自动驾驶那些 那其实你看到他这个范畴 占他整个收入比重 都还是很少 那未来能不能够 真的可以扩展到这个层面 其实那个变数都大了 那所以你问我这两只股份 都一般 就是基本面仍然你都觉得 都未必是你的选择 基本面就一般 而且它估值又不是便宜的 你看到相当今次 就是那个集资的定价 就是计算的估值 都去到整百五亿 到百六亿美金 那比起它去年 去做最后一回合的融资 都是百一百二亿而已 那你说这段时间 是不是那个市况很好 或者整个新经济股 的估值大幅提升呢 又不是 很多只跌了下来 但是反而它的叫价 它的估值 再定得高一点 所以在这些因素 加上我自己的看法 都暂时一般一点 是 如果有兴趣的 就可以看下上市之后 再看一下momentum Jason就觉得这两只股份先